大家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 王毅外交部长于12月1日至2号访问了越南 汪文斌指出 王毅将在访阅过程中参加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第15次会议 三名了解谈判的不知名官员向媒体透露 双方代表正在计划新平于12月14日至16日访问越南的行程 今天的西方媒体报道 越南国家主席吴文赏刚刚结束对日本为期五天的正式访问 此次访问也是应日本的邀请 庆祝越南和日本建交50周年 吴文赏在东京会见日本天皇并且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受到日方的高规格接待 越南通金社与日本共同社对越南主席的访问进行了大量报道 吴文赏在会见日本首相安田文雄时表示 同意将日月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强调日本是最重要的经济伙伴 并且期待日月今后的合作将扩大到气候变化 以及数字转型等新的领域 他还赞赏日本是越南最困难时期最先与越方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发达国家之一 并对日本的政治政府经济援助表达了惬意 文赏的上述言论显然会引发北京方面的高度关注 刚刚在纽约主持完安理会有关中东会议 中国外长王毅便马不停蹄地抵达河内 据越南通信社报道 王毅周五下午在河内会议见了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副仲 中国政府正在不断加大于越南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力度 那就在王毅抵达河内之前 中国商部长、中国政协副主席 多名中国政府的高官访问了越南 越中的商贸会、旅游交流会等各类促进双边交流的会议 正在越南以及中国南方广东同时举行 那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的经贸协议 本周一越南公贸部同中国商务部联合举办了 越中经贸合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 越南公贸部部长阮红颜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共同主持会议 那么双方强调越南和中国一直是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 中国多年来一直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 最大户供应商和第二大出口市场 另一据越南通信社的报道 在2023年15届越中国际商贸旅游博览会框架内 周四下午最会举办了越南与中国农林水产进出口贸易对接论坛 越中企业签署了21项促进农林渔业贸易、物流、高科技、农业等领域 进出口的经济协议与合同 评论认为北京似乎有意增加河内对它的经济上的依赖 以此加强对越南经济的威压 新平的出访将可能进一步推动双方的经贸方面的合作 不过同中越关系有所不同的是 中越之间的合作则在从经济转向安全与房屋领域 针对越南与中国南海主权争议 日本近来向越南提供了多艘舍舰 以帮助加强其在海上的防护能力 评论指出尤其是俄欧战争爆发之后 日本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扮演了相当重要的协调角色 去年5月岸田文行就陆续与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签署了防备装备品技术转移协定 今年4月又通过政府安保能力强化支持项目 与东南亚诸国合作大幅转向 而日本所提供的武器显然主要来自于美国 文章提到虽然中越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正如王毅今年7月在访问越南时所见 双方的政治方向一致,经济上高度互补 在国防与军事领域 越南显然对中国方面存有接信 今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对越南国事访问期间 两国关系被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而此前越南仅仅同中国、韩国、俄罗斯 与印度建立了如此紧密的合作关系 此举引发了北京 媒体表示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 在新冠之后迅速靠近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虽然越南并未改变其自身四部的国防政策 也就是不加入军事联盟 不与他国搞军事结盟和对抗 第三国 不允许外国在越南境内建立军事基地 在国际中不使用武力 但是俄欧战争台海以及南海日益紧张的局势 都是越南迅速向美国靠近 那今天根据越南官方媒体的消息 中国和越南的准备正式升级中越铁路 这条铁路线路将穿过越南南部最大的稀土矿藏地区 中国越南的稀土专家 最近进行了加强矿产加工方面合作的讨论 早些时候越南总理范明正呼吁对连接 中国南部昆明和越南港口城市海防的铁路 进行现代化改造 越南现在已经与中国建立了铁路联系 但越南的一侧运力有限 目前两种运输系统并不兼容 所以升级以后可以加速 这个运力 也意味着火车不必在边境地区进行停靠 那升级互联互通的有助于增加越南对中国的出口 主要是农产品 并刺激中国对越南的旅游业 未来大家去越南不用坐飞机 直接坐着火车 从中国南方直接坐火车就可以直接到越南首都河内了 这样的话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制造业融合 越南专家认为中国和越南是共生的关系 越南的工厂的主要组装的部件都来自于中国 大家看到很多Made in越南 只是在越南组装 但实际上真正的核心那些生产都是在中国 然后到越南以后组装 组装挂个Made in越南 然后就继续销往全世界 还是中国制造 包括后面什么巴格拉代士 包括什么印度尼西亚生产 也是一样的 中国国家主义新平 这次还有可能和越南签署相关铁路合作的协议 包括联合开发稀土 稀土实际上也是美国 现在主要和越南要讨论合作的 那今天美国媒体也证实 12月1号中国的石墨制品戳管制 措施正式生效 中国要求某些类型的合成的天然石墨戳口 必须申请并获得许可证 美国媒体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墨供应国 生产世界大部分石墨制品和机枯 用于制造电动车的全部优质实质 石墨行业出污管制 并不意味着缩减对外供应 尤其是针对水 对中国来说 外部环境最重要 通过向外部市场出口获得巨大收益 中国不想自断后路 显然出口需要服从于国家利益 中国像任何正常国家一样 首先要关心的是 为本国高科技生产提供必要的材料 其中包括石墨 然后才是出口 对中国可能缩减供应 横加指责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不应该从事任何的慈善务动 中国商务部向伙伴国表示 正努力支持全球工业和供应链安全与稳定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 正如商部所介绍 此次中国对石墨出口管制措施符合国际通行规则 实际上从自身发展角度来看 中国非常真诚的倡导全球自由贸易 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全球贸易伙伴可靠供应方和靠谱的长期买家 不愿在全球自由贸易发展金融施加过多的政府管制 中国是世界石墨市场的主要玩家 对出口强化管制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做的措施 这与对华加强不友好竞争有关 问题在于美西方国家开始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政治化 一直以来国家重视新兴产业发展都是正常现象 但再重视也需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 美国和欧洲现在将原本市场竞争情况强行 与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竞争挂钩 又采取包括反补贴在内的各种贸易措施 人为干预正常的市场贸易 在原有自由贸易秩序被打乱的情况下 即使中国主张全球自由贸易 也不得不采取一些管制措施 那管制不是我们的目的 中方希望通过这样的措施 能够让当前市场不断恶化 恶性循环的非理性贸易政治化举措 杀一下车 让市场上蔓延的非理性争端能够尽快冷却 毕竟在人为政治化制造的恐慌竞争中 对包括石墨在内的许多原料贸易都有可能造成恐慌性的需求和供应 既不利于这些原料和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也会对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构成威胁 可以说我们最终的目标依然是进行推进全球自由贸易 不可避免市场将对中国出口管制作出反应 不排除中国会压缩石墨出口 是对西方保护主义政策的反制 此项措施将平衡世界石墨价格下降的态势 价格将保持平衡 限制未必会拉高价格 价格将由需求来决定 不管怎么说 中国明白手中杠杆的状况性 美国财务省耶伦在北卡罗莱纳州锂电池工厂发表讲话时 指出美国仍容易遭到关键矿产供应中断风险的影响 所有这些矿产都集中在中国手中 日本韩国也在努力减少对中国石墨和其他绿色能源材料依赖 韩国是全球电动汽车电池市场主要需求方 那么自10月以来 韩国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进行谈判 以解决石墨的进口问题 11月日本与中国同意建立新的框架 讨论关键矿产和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的问题 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也正式成立了 供应链韧性委员会 实际上美国也会加强对包括石墨 包括稀土资源供应链的建设 未来越南也会成为美国 包括日本韩国争夺的目标 但是越南和中国的合作更现实 因为越南和中国实际上有陆地边界 而且有铁路 包括这次邢平主席访问越南 中越之间会加强铁路现代化建设 中越铁路连通 这样实际上中国和越南之间的经贸关系会更加密切 而且中国和越南之间整个市场是互补的 越南需要中国市场的 像越南它是寻求这些大国之间一种平衡 越南这点稀土 它一方面的会向美国 向日本 向韩国提供 同样它也得向中国提供 那也就是说越南这点稀土 它要和世界上这些国家来分 那都要获得稀土 那实际上越南这点稀土 对美国对日本来说 背水车心 所以最后实际上越南和中国这个合作是必然 越南最后还是要靠中国这个石墨 包括中国的稀土方面的提炼 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你包括现在越南的这个芯片生产 它大量的需要什么 需要就是稀土资源 特别是中国加工提炼以后的这些稀土资源 才能保证越南的芯片生产 你像韩国 包括三星在越南的生产 那需要大量这种稀土 所以越南只能选择和中国的合作 而且最重要一点 越南也是中国在东南亚重要贸易伙伴 是中国在东南亚整个经济圈 或者贸易链的重要伙伴 美国现在加强和越南的合作 日本加强和越南的合作 本质上加强了东南亚 也就加强了中国贸易伙伴的整体的实力 这对整个东亚地区 对整个东南亚地区来说是好事 间接的也对中国是好事 中国是支持的 你说美国日本和越南经济上的合作 中国是不会阻止的 中国会加大和越南进行合作 会扩大整个的东北亚地区 中国和越南和东南亚的整个的贸易链 会扩大这种合作 这对中国反而是好事 也就是说美国在东北亚地区 那么像拉拢越南支持越南 反而增加了东北亚地区 整体的经济的活跃 反而是好事 实际上美国 它对中国的这种围堵 最后加强了什么 加强了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经济 加强了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活力 反而是好事 从大的整个欧亚大陆来看 最后财富增加 还是在欧亚大陆增加 越南越来越有钱 越南日子越来越好 那不也是欧亚大陆逐渐的发展吗 资本财富又回到欧亚大陆吗 所以你看现在不管是扶持越南还是印度 它不还是在亚洲吗 中国没有任何的反感 中国反而是支持 那这样未来呢 你包括和越南未来的铁路建设 那加强铁路 加强贸易 加强陆地上的通道 加强供应链 对中国是好事啊 反而越南现在要提防什么 提防日本 提防美国 利用经济 结果挑起军事和政治对抗 以为是要经济合作 结果呢 说服越南在军事政治上和中国对抗 结果发生战争 那中国是反对的 就中国现在希望的是经济上 你越南和所有国家都搞好关系 最好美国大力扶持越南 越南发展越好 对中国有利 那军事政治上呢 你越南想跟着美国走 想跟着日本走 越南自己也知道几亿几两 它也不会 中国是积极反对的 这就是现在中国和越南的关系 那从整体上看啊 现在美国它的整个的供应链 包括这个稀土资源 包括这个石墨资源供应链 美国是自己承认的 它现在还是摆脱不了中国 那在越南方面呢 实际上美国想拉拢越南 在稀土方面拉拢越南 也是不可能的 很多人会猜测 说越南会取代中国啊 美国要用越南取代中国 我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美国呢 现在在它的美元体系内 它这个美元呢 是像一个水龙头一样放水 去浇灌花朵 浇灌自己的花园 然后花园长出花朵 长出果实 美国用美元镰刀一收割 一年一年这么收割 一季一季的收割 放水收水 放水收水 用美元去收割 那么实际上美国的想法呢 是中国逐渐崛起 那么威胁到了美国 美国呢 把这个水放给越南 放给印度 放给中国的水少一些 那未来呢 就摆脱了对中国的依赖 这是美国的想法 但实际上呢 现在来看 越南也好 印度也好 它的崛起 是整个欧亚大陆的崛起 就这个花园 未来呢 它会有一套自己的循环体系 越南和中国之间 这种互不关系 实际上也不可能脱钩 那这样的话 未来越南包括印度 它们逐渐发展起来 对中国也是好事 因为它们也会形成一套什么 独立于美国的体系 而且未来的东北亚地区 会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 东北亚地区自由贸易区 包括和东南亚 这个自由贸易区以后呢 你看自己形成一套循环体系以后 那这个水 现在用的是美国这个水 把这个水龙头关掉 换成另一个水 是不是也能浇灌这一套体系 这套体系是不是也能运转 这就是美国最怕的 就东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什么 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生态系统 叫非美元区 没有美元 它也能独立运转 那这样的话 今天使用美元 明天把美元换掉另一种货币 亚元或者叫人民币 它也能循环 那样的话 实际上有一种替代美元的货币出现 就是美元霸权衰落的开始 所以美国是担心这种情况 所以最担心的实际上是美国 它担心整个东北亚地区形成个独立的经济循环 中国为什么加入RCP 为了整个东北亚形成个自己的贸易循环 以中国为首 包括东南亚 也包括东亚一些国家 也包括像俄罗斯 这样就形成欧亚大陆的非美元区 那美国是最担心的 他们可以不用美元交易 用本币交易就可以完成这些贸易循环 那就要非美元循环 这是美国不能接受的 那大家就看懂了 现在美国一方面把很多的投资 就这个美元送到印度、越南这些国家 但越南也包括印度 它也没有中断和中国的贸易 那反而是它在亚太地区的投资 最后中国也可以获得和越南和印度发展经贸的机会 就形成整个东北亚地区 形成整体的扩张 包括中国自己也在扩张 也获得来自美国在越南的投资 越南也在扩张 那整体性扩张会加速 这种加速对整个东北亚 对整个亚太地区来说 这就是为什么亚太是人类未来 为什么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超过欧洲 中国在增长 而美国为了对抗中国 在亚太地区扶植什么 扶植自己的 所谓的自己的供应链 安全体系 把越南把印度扶植起来 结果刺激了在亚太地区的投资 那让整个亚太地区整体性爆发 而越南包括印度也没有中断和中国的合作 结果反而是越南将很多产业和中国结合了 那这样中国和越南 一方面获得美国的投资 一方面中国本身自己的经济成长 就形成了一种加速 而一种加速膨胀 对整个亚太地区来说 是整个经济成长的关键 反而刺激了整个亚太地区 走向繁荣 走向统一 从整体上看 中国并不反对 反而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因为越南他也不傻 他也没有中断和中国的合作 那你刺激越南的经济 对中国反而有利 而且越南他又成为对美贸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 反而美国未来对中国的很多限制 因为越南和中国的合作 规避了对中国的限制 越南又能获利 你看实际上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美国又拿中国没有办法 你拿越南也没有办法 美国还得拉着越南一起来制裁中国 中国和越南的合作又能规避美国制裁 结果你看 过去双方中美之间的贸易 越南没有参与 反而现在越南参与了 加速了东北亚地区整体经济的增长 集体膨胀 这不是好事吗 集体膨胀最后的结果就形成加速整个自由贸易区 就像欧盟一样 大家未来边境 像欧洲一样 大家也不用查了 边境口岸都不用查了 你去德国法国你过境你看 那就会形成什么 就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 美国的印太战略 实际上中国是分开来看的 经济上的中国是支持的 因为它有利于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合作 中国反对的是什么 反对是政治和军事上 形成小团体 政治军事对抗 这个不利于这个地区的发展 不利于这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所以从整体上看 亚太地区是人类未来整个经济的 经济增长的核心 而且亚太地区未来几十年都是高速增长 这就是底层逻辑 因为中国的增长 带动了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投资 为了削弱中国 反而美国加速这个地区投资 加速的投资 反而有利于这个地区更快速的增长 你看它就是一种矛盾关系 像阴阳 有阴一定有阳 有好一定有坏 中国的崛起 实际上对整个地区来说是机遇 美国为了遏制中国 它也必须加大对这个地区投入 虽然是美国加速了什么 加速了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崛起 因为为了围堵中国 反而加速整个地区的崛起 所以大家看懂里边的逻辑 中国当然是支持 其他国家看的也很清楚 其他国家看的非常清楚 所以其他国家和中国这种观景 你看看越南对中国的关系 没有中国的崛起 美国能投资越南吗 没有中国 美国会看越南一眼吗 那你懂了这层关系 你就知道了 越南能跟美国走在一起吗 要的是美国的投资 演一场戏给美国 给日本看就可以了 但真正的是什么 是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崛起 我始终相信欧亚道路 一定能够重新崛起 经济上一定能够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中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